聊着志义 作者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清凤 太原有一家姓梗的 原本是个官身大族 府地宽阔宏伟 后来家室衰落 大部分的房舍都是空的 于是生出一些诡异的事来 大堂的门常常自开自闭 家人们常常在半夜里被惊吓地喧哗起来 老主人因此心烦意乱 住到别墅去了 这里只留下一个老头子看门 从此 往日宽阔的大院就更显得慌破了 时不时有欢歌笑语从院里传出 老主人有个侄子名叫耿去病 生性豪爽 他叮嘱看门老头 要是再发现有什么怪诞事就跑来告诉他 一天晚上 老头见楼上有光 就连忙跑去告诉了耿生 耿生想要进去查看有什么异常 老头极力劝阻 他却不听 耿生对院子的路十分熟悉 于是 他独自拨开丛生的薅草 绕进楼 刚登上楼 还没看见什么奇怪的 等穿过楼去 就听见有轻声说话的声音 耿生前去偷偷地查看 只见里面点着两只很大的蜡烛 把屋子照得和白天一样亮 一个老头戴着如生的帽子 脸朝南坐着 一个老妇人与他面对面的坐着 二人均四十岁左右 面东坐着一个少年郎 二十岁上下 右边是一个女郎 方玲十五岁左右 桌子上摆满了酒肉 四个人围坐四周 正在谈笑 耿生突然闯了进去 大笑着说 我不请自来 众人大吃一惊 都齐身跑着去躲避 唯独老头何耻道 是什么人跑到别人家的私室来 耿生说 这本是我家的那事呀 先生站住着又白酒自饮 也不邀请主人一下 这不是太吝啬了吗 老头认真地观察了一番 说 你不是耿家的主人 耿生说 我乃是主人的侄子耿去病 老头向他施礼致敬道 酒仰大名 如泰山北斗 随后 敬请耿生入座 他正要命家人换上一桌新菜 耿生制止了他 老头就为耿生针上酒 请他喝酒 耿生说 我们是试教 刚才在座的各位无需回避 还是请出来一起喝酒吧 老头于是叫道 笑儿 片刻从外边进来一个少年 老头介绍说 这是我的儿子 少年坐了一一 坐下了 大家便互相介绍自己的出身 老头自己说 我姓胡 名义君 耿生素来就很豪放 谈笑风生 笑儿也很潇洒 清悲畅谈之际 不由得互相倾慕敬佩起来 耿生才二十一岁 长孝儿两岁 因此就称他为帝 老头问道 听说你的祖上曾经编写过一部《图山外传》 你知道吗 耿去并忙回答他知道 老头说 我就是图山市的后人啊 古地唐瑶以后 家谱的分支我还能记得 但从唐瑶以前的都丢失了 请耿公子为我们讲授一下 耿生便简单介绍了图山虎女 辅佐大禹治水的功劳 又润色修士 一直发出奇妙的情思 江湖家祖上的故事讲得十分生动 老头听后十分欢喜 就对儿子说 今天有幸听到了许多从未听过的事情 耿公子也不是外人 叫你母亲和清凤一起来听 也让他们了解我们祖先的事迹和功劳 孝儿起身去内室 片刻 妇人带着女郎一起出来 耿生认真观察 只见那女郎身姿娇弱 眼波里流露着聪慧的身材 非常美丽 老头指着妇人说 这是我的老妻 又指着女郎说 这是清凤 是我的侄女 人很聪明 她能记住所听所见的东西 所以也叫她来听听 耿生谈完了胡家家事的话题 就开始喝酒 她眼光紧盯着女郎目不转睛 女郎发觉了害羞地低下了头 耿生又悄悄地在桌子底下 将清凤的脚踩了一下 女郎急忙缩回脚 但脸上却没有恼怒的表情 耿生更加心窑魂飞 不能自持 拍着桌子叫道 能娶到这样的妻子 此生不患 夫人见耿生越来越醉 更加狂放 就与女郎一起进内室去了 耿生顿时觉得大失所望 就向老头告辞回去了 耿生回到家里 心中依然想着清风 第二天夜里 她再次前往那里 但觉室内蓝草和摄乡的芬芳气息 还可以闻到 但她等了一晚 毫无动静 回家以后 她和妻子商量 想举家搬到那座府地里住 希望能见清风一面 妻子不同意 耿生就自己搬了进去 在楼下读书 到了夜里 她正一在桌前 忽然 闯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鬼 脸色黑漆漆地 瞪着眼睛看着耿生 耿生笑了笑 用墨汁把自己的脸也涂黑 也气势逼人地与那鬼相对而逝 那个鬼子讨没去 便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耿生刚吹灭蜡烛想要睡觉 忽然听到楼后油拨门的声音 只听砰的一声 门被打开了 她急忙起身查看 发现门半敞着 一会儿又听见了细碎的脚步声 一道烛光从房里射了出来 认真看 原来是清风 清风骤然看到耿生 吃惊地倒退几步 把两扇门关上了 耿生在门外直挺挺地跪着 对清风说道 小生我不怕险恶地在这里久等 实在是为了你啊 现在幸好没有别人 假如我们能兵士前嫌 那么我就死也无憾了 女郎在房里远远地说 你的一片泉泉深情 我岂是不知道 但是我叔叔给闺房里定下了严格的规定 我实在不敢听从你的要求 耿生又苦苦地哀求说 我不奢望同你结尾连理 只要开门让我见上一面就满足了 女郎好像默许了她的请求 打开门 将她拉进了屋里 耿生十分欣喜 扶着清风来到楼下 抱起她放在膝上依偎在一起 女郎说 幸亏我们前世注定的缘分 要是过了这一夜 再相思也没有用了 耿生忙追问原因 清风回答说 叔叔害怕你的狂放 故意装鬼吓你 但你丝毫不畏所动 现在 她已经看好了别处的房子 一家人都在往新居搬运物件 让我一个人留守 明天就要出发了 说完 她就想要离开 说 恐怕叔叔要回来了 耿生又强行留住她 想和她亲热 两个人正在拉扯争执的时候 老头忽然堵着门进来了 女郎羞愧难当 低下头已在床边 不敢出声 只是手拈一代 老头怒骂她说 贱丫头 败坏了我家的名声 你再不快走 随后我就要用鞭子抽你 女郎低着头 急急地走了 随后老头也出去了 耿生连忙尾随着他们 去听动静 只听得老头不住口地 百般辱骂 轻凤的哭声传来 耿生心里如同刀割一样 就大声地喊道 罪过在我身上 和轻凤无关 要是宽恕了轻凤 就是刀劈俯砍 我也愿意一人承担 楼里一下子寂静下来 耿生这才回去睡觉 此后 福地里再无异常之事 耿生的叔叔听说了这件事 觉得耿生是个奇人 愿意把房宅卖给他住 不和他计较价钱 耿生很高兴 就带着家口搬了进来 住了一年后 感到很适宜 但是一刻也没有忘记清风 清明节这天 耿生扫完木回来 看见两只小狐狸 被一只狗紧紧地追逼着 其中一只落荒而逃 另一只慌忙地跑到路上 哀求耿生 搭拉着耳朵 缩着头 好像在向他祈求援救 耿生很可怜他 就掀开衣巾 抱他回家 到家里关上门 把他放在床上 狐狸变成了青凤 耿生大喜过望 急忙上前来慰问他 女郎说 我正在与婢女游戏 忽然遭到了这样的大灾难 要不是你救我 我可能已经死了 希望你不要因为 我不是同类而嫌弃我 耿生说 我天天都想念你 现在见到了你 就像得到了无价之宝 哪里说得上嫌弃呢 女郎说 这也是上天的定数呀 如果无这一劫难 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呢 我很幸运 婢女必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们能相守终生了 耿生无比欢喜 就另外收拾出一套宅院 让他住下 两年后 晚上耿生正在读书 笑儿忽然闯了进来 耿生放下手中的书卷 惊讶地盘问他从哪里来 笑儿趴福在地上 悲伤地说 家父突然遇到了非来恨祸 能救他的人非你莫属 他本打算亲自登门恳求 怕你拒绝 所以让我前来相求 耿生问 什么事啊 笑儿说 耿公子知道莫三郎这个人吗 耿生回答说 他是和我童年登榜的晚辈子侄 笑儿说 明天他将要从这里经过 如果他携带有猎祸的狐狸 公子请救他 耿生说 当日楼下的那番羞辱 至今我都不曾忘记 其他的事我也不愿意过问 这件事如果一定要我笑威力 非得让清凤出面不可 笑儿流着泪说 三年前 清凤妹妹已经死于荒野 也未经炼葬 耿生一甩一袖 凤凯地说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恨上家恨了 说完 拿起书卷 高声严读了起来 不再理笑儿 笑儿起身 失声痛哭 捂着脸跑了出去 耿生立即到清凤住所 告诉了他刚才的事 清凤听说后脸色大变 说 你到底救不救他呢 耿生笑了笑说 肯定要救 刚才不立刻答应 只是为了报复一下 他先前的粗暴干涉而已 清凤于是欢喜起来 说 我是孤儿 是靠叔叔的抚养 才长大成人 先前虽然遭到他的惩罚 那只是按照家规 是应该这样的 耿生说 的确是这样 但心里还是耿耿于怀 不能忘却 你要是真死了 我肯定不救他 清凤笑着说 你真忍心吗 次日 莫三郎果然打完猎路过 只见他骑着 室友铝金胸带的马 跨着虎皮制成的公带 后面跟随着众多仆从 耿生到大门外迎接他 只见他捕获了很多禽兽 其中有一只黑狐狸 他的毛被伤口流的血 染成黑红色 用手一摸 皮肉还是温热的 耿生便假托说 自己的皮袍破了 请求得到这张狐皮来补追 莫三郎慷慨地 解下狐狸赠给他 耿生立即交给清凤 自己于是陪着客人喝酒 客人走了以后 清凤把狐狸抱在怀里 三天后才醒来 转动一阵身体 又变成了老头 老头睁开眼 看见了清凤 以为自己在阴间 清凤于是详细地述说了情犹 老头立即向耿生吓拜 面色羞愧地对往日过时表示歉意 然后他高兴地望着清凤说 我一直说你不会死 现在果然如此 清凤对耿生说 你如果心里有我 你能让我们还住在之前的楼吗 使我们报答叔叔家的恩情 耿去并同意了他的请求 老头羞愧地道谢告别之后就离去了 这天夜里 他果然全家搬了过来 从此两家亲如一家 不再有猜忌了 耿生住在书斋里 笑儿时常来与他饮酒聚谈 耿生正妻生的儿子渐渐长大后 就让笑儿做了孩子的老师 笑儿对孩子寻寻善幼 很有老师的风范 感谢观看